小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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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吃饶 小陆总 不好意思 我以为我还在做梦呢 没事 没事 我正好在看薛导的电影 我记得睡之前就这样 是不是死机了 这 这电影就这样 一个镜头听 听着 对了 这是昨天您帮我截的裙子 我已经洗干净了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对了 那个最后广告 我们就订薛导了 就它 就订薛导了 不再看一看吗 我之前看了薛导的作品 我觉得还不错 很有自己的想法和风格 很适合我们 这个电影 我看完了 虽然中间睡了几次 但是确实像您说的 它都拍摄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很有自己的风格 这是我拟定的一个拍摄方案 您看一下 里面有我们的拍摄时长 还有工作人员的这个费用 和机器的这个费用 我自己可以看 这是怎么了 娄总还在生气吗 拍摄地点怎么还得定 我们想等定了导演之后 跟导演一起商量 你好 那就跟导演在一起商量吧 另外我们的要求 只作为参考就好 费用方便去找乌审导 再把拍摄的方案细节一下 好 没什么事的话 先回吧 好 小罗总 昨天还是要谢谢您 最近我情绪不太稳定 请您多包容 还有这个广告方案 我 我一定亲自监督 一定派出一个一百分的作品 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 好 去忙吧 果然是胜利器啊 胜利器 顺着的 顺着 广告拍摄 想个办法摧毁掉吧 用什么方法都行 但 我反映暴露了 养兵千日 我把你安插在牡丹公司这么久 什么都没让你做过 只要你自己不做蠢事 很难暴露吧 好 我知道了 那这次 钱我会打给你的 没用的猪脑子 满脑子就知道钱 喂 小鱼 你最近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这公司的监控你也拆了 这休假制度也调了 这春天来了就是不一样啊 你有那个时间 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吗 汪总不是号称浪连小白龙吗 怎么一天天地竟吃实习生的醋 说什么你 谁吃那个实习生的醋了 你 我说你 你不要睡我喷人啊 你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第一天认识你跟曹雅啊 再说吧 人家曹雅 怎么一开始就没打算瞒我 我这不是对你有点愧疚的感觉吗 而且他也没选给我给个名分啥呢 我这就 没啥可说的呢 他为什么给你名分 我反正跟他说了 说要不咱就在一起吧 那直接就给我拒了 就感觉方方面面都非常契合 非常非常对 怎么着就不行了呢这 这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好说啊 难道 是我不够主动 不是 难道 是我不够优秀 也不是 那难道 是我能有力不达标 这事不好说 曹雅这个女孩啊 她外表看起来就是很坚硬 刀枪不入 不过 或许你可以试着用一种比较柔软 比较温柔的方式去对待 或许有效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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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